大家好 欢迎回到大洋新闻频道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有请新老朋友们多观看 多关注 多支持 先来看一看蚂蚁集团 似乎所谓的整改方案有了一个终极版的消息 根据英国媒体4月23日的最新的报道 中国方面就已经是要求蚂蚁集团 将高达7亿人的用户的消费信贷数据交出来 然后由中国人民银行来做掌控 那么目前这个方案 媒体的说法是蚂蚁集团不愿意 因为这个7亿人的海量的数据信息 就是他们最值钱的一个资产 担心影响日后上市的估值 根据金融时报最新披露的消息 中国政府就要求蚂蚁集团将用户7亿人的 这个消费信贷数据转移到新建立的 由中国人民银行前高层管理的国有信用评分 或者说信贷资料的公司 然后呢 由这家公司为相关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 而且这些金融机构就包括与蚂蚁集团 有贷款业务竞争的国有银行 比如说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等等 所以这个就让蚂蚁集团感到比较的为难 根据消息人士放出的说法 那就是蚂蚁集团现在急切的希望能够守住最有价值的资产 因为如果不是蚂蚁集团控制这些数据 而是由中国政府掌控7亿人的海量的数据 就会直接威胁到蚂蚁集团收集和分析消费者贷款等业务核心部分信息的能力 所以这个等于是对蚂蚁集团的一个核心资产有冲击 所以蚂蚁集团现在根据媒体的说法 就给出了他们设想的一个方案 就是说蚂蚁集团坚持要带领这家新成立的公司 然后还强调政府的过多关于将使行业陷入困境 那么另外一边向知情人士的说法就显示 中国人民银行是不赞成的 就认为蚂蚁集团的要求就是说不要由中国央行前高管来负责 而是由蚂蚁集团来掌控这一家新成立的信用评分公司 就会产生利益冲突 另外一位熟悉中国央行想法和思路的人士就告诉媒体 蚂蚁集团现在需要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来使用他们的数据 而解决方案就是建立一个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信用报告公司 所以现在简单来看 蚂蚁集团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信用数据到底是由谁来掌控 怎么样来掌控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矛盾之焦点所在 最新的消息就显示中国央行最快会在4月25日 发布由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小林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就是支持设立由中国政府控制的数据公司相关的论点 到时候会显现出来 所以现在目测随着这份报告的出台 那么中国央行和蚂蚁集团的数据掌控之争 应该很大程度上也会告一个段落 有一个说法 而蚂蚁集团看上去选择并不多 因为它是被整改的一方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疫苗的消息 现在根据环球时报的最新的消息 中国方面极有可能在7月前批准辉瑞疫苗或者说复必泰疫苗在中国的上市 那这个可能是紧急使用或者是复条件上市 如果这些很顺利的话 那么辉瑞复必泰就会成为第一款获准在中国大陆使用的进口疫苗 关于复必泰疫苗或者辉瑞疫苗中间 中国的复兴医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稍微做一个补充的介绍 因为各方的说法看上去并不相同 西方媒体一般的说法 这一款疫苗在大中华地区 香港 澳门 以及中国大陆 复兴药是负责它的营销工作 所以把它叫做复必泰 那么一般这样的解读就是说 中国复兴药没有参与它的研发 那么这一点透过美国官方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 在介绍辉瑞疫苗的时候确实没有提到中国的复兴药 只是提这款疫苗是由美国的辉瑞公司和德国的拜恩泰克公司联合研发的 但是在中国的香港以及澳门引入复必泰疫苗的时候 相关的宣传资料显示的是复兴医药和拜恩泰克联手打造的这一款疫苗 而且中国媒体也有提到复兴药参与到了研发过程 那么这个是一个背景 那么回到消息本身 第一个看点就是其实复兴医药透过中国的媒体报道 也能够看出他们在公开的场合 或者是他们内部的一些渠道都在推进复必泰疫苗在中国的上市 现在复兴医药是已经将疫苗的临床试验数据和相关的资料 就提交给了中国的国家监管机构来进行审查 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与拜恩泰克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 就在4月21日举行了视频会议 所以一般也将这个信号解读成为中国方面会加快复必泰疫苗的批准使用 第二个核心看点就是上海已经为透过信使核糖核酸这个路径研发生产的复必泰疫苗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这其中就包括生产工厂的一个建设 这是硬件以及冷链交付演习在内的这个相关准备工作都已经做起来了 因为对于信使核糖核酸这个路径的疫苗 它的储藏的温度要求非常的低 透过这张咨询表格就可以看出理论上要在设施零下70度来使用保存和运输 那么这个条件在中国的一线二线城市可能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到了三线城市再往下走到了边远地区的线这个层面 冷链条件是否能够达标现在一些业内的人士是表达了忧虑 第三个核心看点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议题 那就是得到了半泰克这款疫苗辉瑞或者说复必泰 它的进口和销售的中国方面的批准之后 现在看到底是多少剂应该是超过了一亿剂的疫苗 因为此前消息就提到在2020年年底 复兴药和半泰克是达成了协议预购一亿支的新冠疫苗 那么最新的消息就可以看到除了这一亿剂的疫苗是从海外直接来以外 复兴医药会在中国生产该疫苗 其实也就是在上海生产了 所以呢能够扩大这个整个的产量来满足中国 普通中国人对于新冠疫苗对于 复必泰或者辉瑞疫苗的一个需求 现在就能够看到复兴医药市已经在上海浦东新区设置了存储的工厂 这个工厂已经是配备了100多台冰箱 是未来用来存储疫苗的 而且工厂内部已经对冷链运输系统也进行了一个调试和演练 那么以上这样的一个消息 对于希望中国的新冠疫苗选择更多样化的中国人来说 那毫无疑问是个好消息 其实此前4月10日 中国的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在2021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上 就比较婉转的对于中国疫苗的保护率提出了一个批评 他的原话就是说当前国产疫苗保护率不高 他还特别提到了 目前中国是还没有走性史核糖核酸这样的一个研发路径的新冠疫苗的 我当时也做了一期节目 因为我印象中呢 上海有一家比较知名的自媒体就披露 有一个西方的大药的药厂正在上海来进行游说和公关工作 我还问了这家自媒体说 会不会就进口西方的疫苗 这家自媒体说呢 相关的消息还在求证之中 现在回头来看 上海的那家自媒体 他还有是有信息渠道的优势 所以他的说法呢 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如果说果真七月之前中国方面批准了辉瑞疫苗 复必泰疫苗在中国大陆的紧急使用或者是付条件上市 那么直接冲击的很有可能就是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 以及另外三款现在中国可以使用的疫苗 因为毕竟这个是拜恩泰克和辉瑞做背书的疫苗 在海外的很多国家都已经使用 有效率和安全性 一般的说法呢都非常的高 这款疫苗在中国大陆的使用 那高概率是自费接种 普通人要自己掏真金白银的 因为复兴药要从中间赚钱 但是考虑到它的一个实际的效果 可能很多人还是愿意自己掏钱掏荷包来接种这款疫苗 那么还有一点有必要议题 可能也是一个合理的联想 那就是现在可以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 还没有来报道这个消息 可能在等待一个确认的过程之中 那么如果这个消息真的坐实 就是说有进口疫苗 辉瑞复必泰疫苗能够给普通人使用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会影响到现在中国疫苗接种的速度 现在官方的说法是已经超过了两亿剂 但是离官方的一个计划 就是六月底之前打完40%的人口 那就是5.6亿剂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还有相当的距离 所以很多人可能看到消息之后 会觉得应该再等一等来等辉瑞疫苗 或者说复必泰疫苗 最后看一则短消息 这个茅台匠乡行院士就落选了 根据中国工程院网站的消息 4月23日 中国工程院2021年院士增选有效 候选人名单就正式公布了 一共是577位 其中就没有此前热炒的引发普遍争议的那一位 贵州省科协院士增选 你推荐对象 茅台集团总工程师王力 也就是说王力不在这个列表的中间 他不会成为所谓的两院院士了 这也真的是一个丑闻的终结 很多朋友说了 科技立国还是白酒立国 茅台自己不能醉 其实醉的不是茅台 醉的是喜欢茅台的这样的所谓的学者 所谓的专家 所谓的这样的头头脑脑 官员部队的这样的所谓的领导们 真的是一个豪彩的消息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阳新闻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就有请朋友们多来观看 多关注 您的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对我来说很重要 如果您行有余力 也欢迎来对我进行打赏 或者会员的支持 谢谢朋友们 让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